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也没有了 可以吃啊 你自己 你来付账就行了 你打电话给官员 来来来 我来付账 我今天中午刚请几个官员 这个吃饭 他们就说啊 你请 我们都不敢 就是说啊 就现在啊 一个电话打上去 说在吃饭吃了五千块钱 奢迷 你一奢迷 你回去就有事 你知道吗 就是别人请客也 他偷偷摸摸的 对 我听到一些说法 说到后来 因为那个规矩好像有 要好像没有 反正不要乱花钱嘛 结果到后来 我们一般说 就出现了不近人情的情况 比方说你的女儿要结婚了 你不敢摆拙 完全不敢高兴 你要生日 你五十岁六十岁什么生日 要请客 平常中国人呢 恶寿嘛 完全不敢 那很多这种情况 就就很多朋友 忧郁症发作嘛 我等了六十年生日了 我要摆招了 结果不行了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六十年吗 难道我等到七十岁吗 这样很人惨啊 整个气压 好好学习 这个改革的决定 学习这个中央文件 这个据说是对全世界 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的 这个文件 仔细学习了以后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的占分量很大嘛 你中国的经济怎么变化 跟全世界的经济真的有关系 所以人家真的是研究 我们也认真研究 你刚才说什么湖南有个什么令 对 他们研究下来说 概括出来整个精神师 就像我们健康里的一句话 叫管住嘴 迈开腿 对心脏病人说的话 管住嘴呢 是两个意思 嘴有两个功能吧 一个就是 吃 另外一个就是说话 就是管这两条 迈开腿 就是改革我们一会儿再说 那个管住嘴 吃我到湖南去 他们那边现在有个史上罪言 宪宪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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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刚才讲的 那就是说 你要是你马江辉是局长的话 你今天小孩女儿要出嫁了 你的婚礼啊 不能穿过十桌 具体素质我不太清楚 但是总之非常少非常少 那我一听呢 我就不懂了 我就这个 就是你知道 这个读书人呢 不了解国情啊 我一听我就叫接 我说这 这不对啊 我说这个怎么 你管一个干部 你应该管他怎么进钱 你何必去管他怎么花钱呢 对不对 你要是管了他 他要是进的钱 全部是干净的 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你说去管人家花钱呢 我说 这管人家花钱不是 这是怎么来说 这妨碍人家公民的权利吗 对不对 他说你就差异啊 你就不懂 我们党的决定是怎么英明 为什么 因为在很多很多情况下 在那里 请客吃饭 就是 敬钱 明白了没有 对 你请一百桌 现在他们那边的行情是这样的 你收到了请帖 领导的女儿要结婚了 你收到的请帖 你不去送两百 去一个人四百到五百 去两个人就是一千 那一桌呢 成本呢 就是一千多 收回来的礼金呢 就上万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 他们说 拜托啊 我已经送了人家无数次了 现在等到我自己结婚了 我不靠这个机会拿回来吗 这是老百姓说的话 这还不是干不好 他就说 我白酒就靠了这次翻本的 你要不让我白酒 我前面那个都白参加了 原来这个事情吊诡就在宴会 他就是敬钱 是 可是他有一个做法 像香港有类似的 也有类似的担心 当然假如大家比较自律 我也不可能送你那么多钱 那香港另外一个避嫌的做法 我们看到 我经常看到特别高官 他摆桌了 OK他写明了 不收礼 或者说你那个礼 请直接捐给什么 保护野生协会 保护儿童协会 直接捐出去 这等于叫人家 绝子绝孙 断人家踩路 这比公布财产还要可怕 那假如在这种情况下 我刚说那种情况 不尽人情 我是小孩结婚 你不准我摆桌 我不敢摆桌 那我要摆桌 要怕被抽后腿 我就很简单 就不收礼 或者捐出去 那真的两船 你不让人家送礼 你也不敬人情 我们是对你好朋友 来往多少年 你不让我表示一点意识 还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人情的风俗改变 没那么快 我就听了 我听了他那个信念令 我开始觉得他这个做法 好像是蛮被动的 没办法 他说老百姓很赞成 当然了 因为他们的各级的领导 摆宴会 他们就说手头紧了 就请客了 我在永州买了个房子了 谁都没看到 可他今天摆个五十桌 你去不去呢 对不对 这个关系 你老板请客 你去不去呢 你想 你能不去吗 对吧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 什么这个 很多思思一闪念 我们想起很多 到灵魂深处 这个互相还有提意见 对 现在自我批评 各级民主生活 我听说还有督导组呢 就说来真格的 好家伙 那就有的啊 真是说的那个脸红脖子粗的 就是就是你怎么怎么 怎么着 但是我有时候啊 我经常假想一种情况 就是说说说说说 万一说极了 但因为啊 本身我理解啊 是个民主生活会 是组织生活会嘛 他好像是同志提意见的 这种水平 可是你比如假如一说极了 我说去年的一千万 哎呦 你说当时这个什么情况 他现在是帮助同志呢 可是如果说出真格的来 这人当时就得 你知道吗 这会怎么 怎么收拾 我听说他们比较消极 走过场的 就是事先有排练 或者事先打招呼了 比方我会跟你斗文涛提的意见 比方我们假如要批评自我批评 我主要的意见 就是你的眼镜啊 太花样太多了 你老是换不同的眼镜 这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等等等等 就这样的意见 灰心置腹 但是也有的 我听他们说 因为本来一个班子里面 关系就不怎么样的 那最后互相爆出来的东西 蛮厉害的 比方说你的小舅子 怎么进我们单位的 诸如此类这样 对啊 这说说说能说出案子来 我记得 我看过一个苏联的小说 那个小说我印象非常深 他讲四个大学生是好朋友 就是大学里铁哥们 非常好的朋友 几年都过得很快乐 到最后分别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就是等于像换个游戏一样 他说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聚会 我在公园的野餐 说我们今天这样 我们全部都不能说任何好的 每个人必须讲对方的缺点 就你不喜欢的东西 你平常不说的东西 结果开始他们开始 开始说得很开心啊 眼镜怎么样 头发怎么样 你的女朋友怎么样 身材怎么样 但是说到后来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 就开始生气了 生气以后 最后的小说的结尾 已经四个人就吵开了 变敌人 所以像我想起 我以前玩过类似的游戏 年轻的时候 没有那么激烈 反正我父亲听我跟朋友们讲电话 或者说聊天 机场批评来批评去 后来我父亲就这样提醒我 他说嘉辉 那小心 你以为是晚 以为无相大雅 那里要付出的代价 可能就是你们这段友情 然后呢 我父亲说 有时候 他说友情啊 是不能试探的 不能被试探 连万一都不可以有 因为我不是总是反驳 放心啊 不会啦 怎么会到这个地步 他说有时候越宝贵的东西 连万一都不可以有 万一有了 怎么办 你的最好的朋友 有best friend 没有了 所以我听了以后 我以后那个 就尽量避免 避免那个 那个互相批评嘛 可是也改不了 很明显 所以你看 这说明什么 就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啊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啊 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 好比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你们俩什么哥们一起 什么这个兄弟 这些统统在这个面前 在这个党党员之间的组织 在终导组面前 对 那都是不知一提的事情 是不是 咱们去一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咱们今天这个三中全会 这个精神传达啊 是吧 他们另外一个概括 也很准 他说这个三中全会学习完了 他说是主要精神是抓革命 出生产 我现在提出另一个问题啊 就是也是徐老师 一直很关心的问题 这次还提出个土地问题 对吧 我自己觉得 他的 他其实要学习东西很多了 范围非常广 每一个都很大 但是我自己的最大最大的 还是一个土地流转的问题 因为我听了一些 做经济的人跟我解释 他说中国前些年呢 经济这么发展的好 靠的一个是外加 就是帮外国人这个出口 另外一个是政府投资 大量的那个投资 但这两个现在都不管用 余下来就一定要 中国的老百姓 都像成立人这样来消费 那么他们就要希望农民 我们其实讲过一次 整个这个过程 如果土地真的有流转的话 谁是输家呢 地方政府就是输家 就假如你要去发展的话 农民就 就现在地方政府用非常便宜的钱 把土地拿来 卖得很贵 将来地方政府就会吃亏 所以他们担心说 这个政策地方政府会抵制 谁核算呢 做生意的人核算 你要投资的核算 中介公司核算 农民核算 关键就在这里了 农民是核算还是不核算 就看你怎么做了 要是 很简单的讲 要是一比过 拿到钱 农民这块地 多少钱就卖给了 比方说 马家会要修高尔夫球场 他通过你做中介 我们农民 这个中介农民直接碰不到 都是政长村长 你知道 就是乡村的这种 这种势力 他们把地 叫老张啊 老二 你们这个地都卖给他 要是一比过 拿到钱的话 农民是吃亏的 一下子是核算的 比方说农民 一下拿到一百万的话 农民一辈子 没捡过这么多钱 然后就不知该怎么 有很多人 现在有的地方 他们叫拆二代 没错 拆二代 农民就打麻将 没错 然后就是 女的 也不知道怎么弄法 所以这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我们上次提过一次 就是说第一 农民不能一次拿到钱 比如说你这个地 我这个地 通过他的中介 给你去 什么呢 分期复活 分期啊 每个月给你三百 所以你这个里边 就是你们这些个知识分子 我发现在考虑问题的时候 往好里说 能说你们 优国优民 对吧 但是往坏里说 骨子里啊 你们有一种歧视 基本上呢 是把农民当成蠢人 来替他们考虑 不是不是 就是说 他们很蠢 他们有了这个土地啊 有人出个一百万 他们就会给卖了 不是他们 实际是基于这么一个假定 不是不是 是因为资源 信息不平等 不对等 你现在农民跟这个开发商 来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 中间很多寻租环节 农民上面有村长 村长 镇长 镇长上面有中介公司 土地公司 再到发展商 这个每一环都是抽钱的 农民肯定拿不到足数的 第二 如果说 这个 假如说农民是分期拿钱的话 那又是很吃亏 因为钱是在贬值 你明白 你明白没有 钱是在贬值 还是会有点担心 我听起来 担心农民拿到钱了 就变成土豪 居然计造了很多土豪 但是如果这个钱一旦消失了 很快因为在投资不对 或者到城里什么 它就变成了城镇的 大城市里边的 你说 叫贫穷阶层 香港的这个农民 他们好像都很晓得 自己的土地和房产的价值吧 香港 没有 徐老师说有一点是 香港情况比较好 资讯比较流通 比较对等 他要怎么样来 还要法律保障的比较好 他可以知道我的土地 应该价值多少钱 什么需要卖 怎么样处理 然后香港是个城市的规模 我们很难用香港的个案 来想整个中国大陆 从香港站在香港的角度 看三中全会 当然非常关注 放开一胎生小孩的问题 你们本来就能生 你关注这个干嘛 他更多的小孩来香港 常来奶粉 奶粉 突然多了一倍 网上有些比较极端的人 就说 哎呀糟糕了 那我们奶粉以后 只准买一罐就好了 不能买两罐 还有人说 要把罗湖关口锁起来 每人发一根木棍 当然很极端分子 这样说 发一个木棍 守护我们的奶粉 都这样担心 但是我觉得香港人 很怎么说呢 我一直以为香港人很好 但是我觉得香港人 有自私冷血的一面 你比方说 这个大陆人的钱 他还是想要的 是是对吧 但是呢 大陆人的买奶粉 他就要捡起棍子了 什么就是 他有一种 我只能说他很实在 那你不能这样说 以前大陆有栽荒的时候 那个帮助大陆非常厉害 那是他们亲切 那是他们亲切 没有 我觉得担心奶粉 跟拿起棍子是两回事 所以我说拿起棍子 当然是不应该 也不可能 可是担心奶粉 是因为香港是有这个需要 而且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那个进口的政策 它有它的限制 它香港的确是有这个需要 就等于是说 在内地不同的城市 发展起来的过程里面 刚开始 比方说北京 房子只能卖给我们 不能卖给香港人 香港人要加百分之多少等等 很多的限制 当他发现 好像我们要把当地的 著名的利益 先保护起来 免得他受伤害的时候 我就说他讲香港人 我就想起那天说 这个李嘉诚 当然李嘉诚未必是因为这个 怎么投资 他有他的考虑 但是有一种解读呢 就是说香港贫富差距加大 香港人现在的愤怒 对吧 伤了李嘉诚的心等等 我又联系到我们最近讲 就说是这个你看 大陆的一些 有老头 我匡妻就坐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小小姑娘腿上 在公公汽车上 我不用想起什么呢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些年呢 全世界啊 平民心中啊 这个愤怒和仇恨在增长 我为什么说这么大的话呀 就是呃 曾经有一个时候 你比如香港人就感觉就是 自食其力啊 个人奋斗啊 就是这种好像就是自己创造奇迹啊 等等等等 但是近些年我也确实看到 当年我在香港十几年了 但是今天我看到的香港人 至少他们喊出来的口号啊 我就看到啊 他暴露了心中 他好像不断积攒的这个愤怒和仇恨 这个仇恨啊 他施加在大陆游客身上 或者施加在李嘉诚身上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分别 我看到的就是他这个仇恨 甚至于在内地 我们也在说这个社会这个利器啊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管是工人农民打工仔 还是公共汽车上的人 还是什么游客啊 好像都能感觉到一种啊 心里边的这个这个这个愤怒啊 这个这个你们你们觉得是有这么一种情绪吗 情况有个区别 香港呢 他是这个一直资本主义 所以他的阶级分化啊 历史悠久 香港有一半的人是一直一辈子不买房子的 在大陆 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自己有房子 在城市里边 你们好坏不去讲他 大陆是经过革命的 是比较相对来说 对平等的要求比香港人还高 香港的平民 就那一半买不上房子的人 那个那个几百万人 过去心里怎么平衡了呢 他是觉得他比大陆的要好 他虽然在香港那些有钱的 李嘉诚这些人 这是有钱他气得不得了 但是他好不容易从福建啊 什么地方跑出来 他回看家乡 他总觉得他已经是 我至少还可以拿中原嘛 我再穷再穷 我可以拿三千多块政府补贴嘛 我五个孩子 我就一万多块钱了嘛 那么现在这个幸福感越来越在消失 大陆没有这个比较的 大陆他没地方退的 你知道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来嘉辉 很可怕 什么很可怕 我觉得香港 因为你说愤怒嘛 我也完全感受到 这几年那种愤怒 理由太复杂了 包括以前过去几年 有一阵子香港的政府也好 教育机构也好 不断打击香港人的自尊心 特别年轻那一代 怎么 说你普通话不会讲 英文越来越差 看世界越来越窄 你的竞争能力 我远远比不上上海 北京 广州的人 把香港的小孩真的踩在脚底下面 我是觉得踩了几年之后 香港年轻人反弹 我们就是要这样 我们真的有那么不好吗 我们那么不好 是因为我们被欺压 被欺负 我觉得到处可以看到 那股情绪 那股情绪 对 而且那种情绪是 有些有现实的理由的 包括我说竞争 越来越多内地的年轻人来香港 找工作 压倒了本地生 像中产 房子越来越高 房价越来越贵 你有房子没有用 你不敢卖 卖了没地方住等等 奶粉买不到 现在连比方说 最近的香港的大的新闻 在香港的新界 好多内地的双飞的小孩 来报幼儿园 结果政府来说 排队抢了一团 厂成一团 政府来说 好吧 明年开始 香港的父母亲 给小孩在北区 香港新界北区 报名 幼儿园 只准报一间 假如小孩要报名的话 我多担心 我只能报一间学校 他不收我小孩怎么办 到时候我小孩没得读书 他有愤怒 为什么我小孩在那边 要承受这种 具体情况不一样 但是这个愤怒的 你看都是一样的 就是生活生存的压力 越来越大 你说的这个 大陆的父母也是这样 给孩子找个学校 找个幼儿园 那么样的难 交了多少钱 拖了多少人 也选不到一个如意的 然后孩子上了学 整天一看就给逼成那孙子样 对吧 就是完全的绝对